你怎么知道 玉儿 你上次喝醉酒的时候 给我提过这个名字 还逼着我给玉儿做兔子灯呢 你看你今天放的灯也是兔子 想必一定和他有关系 玉儿 是我之前养的一只兔子 十足落水死掉了 那这兔子泉下有只 也一定献杀了其他的小伙伴 毕竟他的主人就算是喝糊涂了 还逼着别人给他放灯祈福呢 玉儿 娘回来了 可惜今生一切皆有机会挽回 只有你 恐怕不会再见了 愿子灯照亮皇权归通 来世 深遂平安吧 你这么看着我干吗 看你如此认真 不忍心叨扰 我就是有点想念我的母妃了 这灯 也罢了 母妃若是有灵 不忍心 也一定不想回到这人世间了 你别多想 放河灯只不过是个念想 不必当真 若真想未见亡灵 那不如替离开的人 好好看看这青山绿水 那不如替离开的人 好好看看这青山绿水 好好尝尝八枕美食 好好尝尝八枕美食 将日子过得畅快 将日子过得逍遥畅快些 等再见面的时候 我也可以讲给他们听吗 怎么了 你这话说得倒像是一个 立军风霜的小老太一样 踏车大悟了 对了 对了 我为玉儿做的兔子灯做好了 一直没有机会送给你 那都是我喝醉了瞎胡闹 不必当真